各位法师,各位在线上的佛友,大家晚上好,新年快乐 欢迎出席马佛教发展基金会举办的 岁末银行云端法谈,未来与希望 今天是2022年的第一场法谈 生命大不同 人生难得 具足人生其实根据有极大的改变自身命运的能量 许多人在自己的人生道路上 为自己的生命带来了改变 创造了更深切的价值,活出不同的生命 他们也因此得到了非常宝贵的经验和历程 而我们可以通过对生命课题的演习 增进我们对生命意义的探讨 那么有些人喜欢把心路历程说成了故事 而有些人善于写成文章 而今天这位语谈人不但擅长说故事 而且也能写得一首好文章 他就是我们今天晚上的分享嘉宾 永固法师 欢迎永固法师 大家吉祥 敬宜老师吉祥 所有的在线上的朋友们 大家吉祥 新年快乐 奥弥陀佛 新年快乐法师 好 让我先为大家介绍永固法师 永固法师在22岁跟随心仪大师出家 现任纽约佛光山 沃泰华佛光山住持 以及国际佛光会的世界总会美东副秘书长 承认佛光山台北道场 多伦多道场 温哥华道场 满地可道场住持 国际佛光山总会总秘书长 佛光山丛林学院女中学院院长 成为北美世界日报周刊撰写 耕云心田专栏 永固法师用好奇的眼观看世间 用慈悲的耳倾听大众 用柔软的口宣说佛法 用测子之心体验人生 再用一支笔写下他看过的故事 听故事 说故事的理由 我们一起来呈念 南摩本师释迦摩尼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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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师傅的带领 好师傅 我很期待跟静怡老师聊天 有你问随便问 我也是非常期待 因为今年就是全新的一年 我们就迈入了2022年 所以一个全新的一年 所以探讨一个生命的一个大不同 我觉得是非常有意义的 很感谢我们的基金会帮我定这个题目 我们之前在线上就这样好像聊天一样的 然后均宇跟清松好厉害 就从谈话里头 然后顺出了一些 好像一个主轴一样 定了这个题目 是的 那么师傅 以我们就是有了解师傅 那您的性格 其实是折散固执的 那一点 其实从您在一次的机缘下 阅读了星云大师的释迦摩尼佛传 那么以后就奠定了您要出家的念头 我们就看出了端倪 那么您好像有没有真正经历 多长的一个学佛历程 对吗 但是从书本里面 就知道了佛陀这位大圣人的这位作者 就让您笃定要在佛光山出家成为大师的弟子 那么师傅可否先请您谈谈 这个整个的过程呢 过程 好 现在要倒带回去想 生命果然大不同 确实我在正是 就是接触佛光山 看到这本书包含出家之前 我是不但不信佛教 没有任何信仰 而且是反对 包含对我的同学 我如果听到他们去 说去哪里 要去学佛 什么 我都还会劝他们说 我们读书人不要迷信 我的概念里头 宗教两个字等于迷信 就我只相信知识 就学问 知识 道德 所以我的概念 可以讲我的背景 我的基础就是这样 但是不可否认的是有一个底蕴在那里 当然我们讲过去生的根基 带过来这一生 这是一个基础 另外就是我的母亲其实影响我 他帮我培养这个根基 其实是应该是从小 但是当时的佛教 就叫佛道不分 那个已经都是多少年前了 几十年前的台湾 我在台湾出生长大 所以佛道不分的背景之下 我的母亲其实也是佛道混淆的 所以我当时看到的那种佛道混淆的一种宗教 我就觉得是很迷信的 就是逢庙变拜的那一种 有的时候看到石头也要拜 到庙里头去 他蹲到桌子底下去擦香 虎爷在那里 诸如此类 但是我基于对母亲的一份孝心 所以他去哪里拜我都跟着去 因为我只要我不上课不上学 我不想他拎了太重的贡品 他说油啊果啊等等这些 我看他只要我没有上学 我不管课业怎么忙 我就要帮他提着去 所以也去了不少地方 那个要擦那个天宫香啊 爬到高高的 钻到桌子底下都是我帮他办的 就这样 虽然心中想了 这是明信 但是有一种敬天为神的基本观念 那个底蕴基础在的 那所以到你刚刚提到说 看释迦牟尼火传 我是太惊讶了 因为当当你以为 比如说 你看到这个是一张白纸 你一直以为它是白色的 白色的 直到你翻开内页 全部都是黑的 比如这样讲 你会就有一个截然不同的发现 我以为宗教信仰 本同迷信 结果我一看到释迦牟尼火传 这当然是有一个因缘 就是一个朋友 也是在其他寺院里头认识 然后就说 福光山要义工 你还没有开学 你赶快去吧 你就帮忙几天可以了 我就觉得是去帮人家 我也不晓得去帮什么 一上山就有一个概念 这个地方好好 一上山就心里想 我能不能不要离开 就进到山门的第一个念头 我要怎么样 拜托他们 让我住下来 我不要离开 这样子 第一个念 缘分 但去了人家发现 我要当义工 然后我连佛教我都不认识 什么都不懂 那就交给我一本释迦牟尼火传 你先看完 再决定是不是留下来当义工 我太想要留下来 我一个晚上就把它看完 但同时其实 就是引着我这条路 一个晚上看完这一本 释迦牟尼火传 一边看进去就是 真的不停的流泪 因为我真是对佛教的误会太大了 我一直以为这是只有老人家 迷信 那种很落伍 这种 我以为是这样了 结果那就是翻转的 所以我觉得这个题目很好 生命大不同 原来我的认知大不同 因为过去完全错误的成见 那整个转黑为白 整个翻过来 所以太惊讶了 这是第一个 就是原来佛教这么有智慧 然后我一直误会他 他的那种智慧 不是我们一般的社会的 那种认识 知识 或者学问 所可以明白的 更不要讲理解 透彻 面谈了 就是 这是第一个 就是我误会太大了 那第二个呢 就是再看进去 继续看 对不起 我发现 我 这好像是应该 我好熟悉 我好像是过这种生活的人 就有那种 好像换回 前世的记忆 就是一个延续 您问这个过程 我觉得是有经过这一些 第一个是 突然石破天经 真的是扳转 那第二个就是 好熟悉 这路翻过去就是 翻回到前身的记忆一样的 好熟悉 这样 那第三就是 看到最后就是 不停的一直流泪 一直忏悔 又很感谢 就是 我这样 我虽然没有 毁谤佛教 但也等于批评 甚至阻止别人 信佛 像我这样的人 佛陀没有舍弃我 给我这一次机会 认识佛教 所以我看这本书 它这个过程里头 确实是有这些经过 所以 似曾相似的路 然后再深深的 那种忏悔 好像在清洗 内心的那些污垢一样的 所以就 但是其实还是有一个小过程 就是从看到释迦牟尼佛传 然后到确定出家 这个时间是非常快的 也可以讲 我上山不到一个月 这个念头起 但念头起呢 真正的主角没有出现 主角就是我们的师父 星云大师 那在那之前 有这个念头 但觉得不行 我应该要多陪妈妈 那就是 因为我父亲才去世 那时候他去世两年吧 我就觉得应该要多陪妈妈 这样 那 但是 有一次就是 就有这个机会 见到大师了 一见到师父呢 什么念头都没有了 就是 大师 请求出家 然后讲 就从看书 然后到请求出家 很短的过程 就是短短的 不到一个月 对不到一个月 所以您提到说 择上固执 我记得 那时候师父问我 就是师父就说 你都不认识佛教啊 你先去读佛学院 认识佛教 认识佛光山 你再来谈这样 再来提出 但这个过程中 我就 就是 师父讲说 大师讲说 你还年轻 那一年 这个虚岁是23岁 10岁22岁 当时说 你还年轻 你去读佛学院 再来提 这样 我当时突然冒出来 我也不晓得 从来不知道 这个内容 其实觉得很奇怪 我当时提说 我好像听说 有一个人叫做龙女啊 听说她八岁就成道了 圣悟成佛了 我已经23岁 我太晚了 如果让我早一点 认识真正的佛教 我应该要再更早 那师父就前推后推 想要推翻我的一些 就也是一个考验吧 那最后 师父讲了一句话说 看来你是不容易下决定 下了决定 也不轻易改变的人 好 那你等我通知 这样 那其实就是说我固执吧 就是 责善固执 对 认定一个 就是了 这样 那我一听到说 等通知 我就突然又冒一句话 我说 大师 我不知道您说的等 要等多久 会不会 我说如您说的 我太年轻了 有的时候一个念头起 落 就在这个转念间 会不会 到我下一念再 生起 要 要发起 要出家的念头 会不会 再回首 已是百年生 我不知道这一等 要等多久 这样 大师 师父那时候 可能已经就 觉得我 实在太烦了 不会的 你 我很快会给你答复 你现在去填 佛学院的 报名表 你整理行李 我在山上当义工 他说 你现在准备去 佛学院报到 我很快 给你答复 然后 我就说 大师 我对佛教 什么都不懂 我不知道佛学院考试 我能不能考过 然后师父就说 你已经考试通过了 我就这样入学的 直接面试 直接面试 所以师父就这样 那天晚上 那天晚上落法出家 就当天晚上就落法出家 对 真的是 整个音缘真的是看起来 真的是非常的悬 就是很殊胜 就是 就短短的时间 那么就从师父去了 就是博学院 对不对 就开始了 就是在里面就一直有 就是开始 从零开始 就一直去学佛了 对不对 所以我真的讲 我没有当过信徒 我没有当过在家居士 受三规五戒 在家戒这些 我没有 我就直接 学佛的开始 第一天就是出家 然后在一个月后 就登山谈大戒 刚好有戒会 我就去受出家戒 所以我对 在家学佛 其实对我来讲 那一段是空白的 很有趣 很有趣 那么其实在 就是在刚才的 就是我们的对谈当中 我们也知道 就是星云大师 就是师父 您想要出家的 其中一个 非常笃定的 其中一个主角 刚才就是讲主角 是吗 对不对 是 那么其实在 星云大师的著作中 就是往事白语 有一篇文章 取名为一半一半 那么师父您就是 当机众 在里面呢 大师和您有一段的 一个开悟性的对话 那么可否请师父 分享这一段 对话的因缘 然后大师呢 给予弟子的教育 是非常活泼的 我们大家都知道 那么也可不可以让 请师父也分享 大师对您的影响 真的 这一生没有遇见大师 也会生命大不同 师父可以讲 师父是完全翻转 我的人生 开启了我的人生 整个的 我觉得 这一生 来到这个世间 真的 遇见师父 是我最大的福报 也可以讲应该是 这生再来的因缘吧 那 我们在佛学院 怎么讲 佛学院呢 是一个 让我们学习佛法 是当然 另外就是 重新改造 就是发现自己的习气 因为它是一个 团体生活的地方 你一个人去自修 你看不到自己的问题 你只会一直增长自己的 我这样讲 是对的 如何 就是加强自己的 那个自我意识 如果自己自修 那佛学院 它是团体生活 我觉得 这个 就是 有一些人以为说 我学佛 我自己看书就好 其实 真的差很多 那进到这个 佛学院 它就好像一个 大野红武这样子 就是 你在里头 必须 很真诚的 面对自己 那么 就好像一个 我们 我形容叫做 掏 掏 马桶 洗马桶的过程 掏粪 洗马桶 那 大家这样子 彼此 都在 发现 习气 然后在改 那个在修 修正 修改的那个过程 那当然会 刚开始认识佛教 哇 那个真的在天堂一样 发起重来 但过了一段时间之后 开始团体之间说 为什么要这样子说啊 怎么 学佛的人不是都是像佛一样吗 就开始发现 不是学佛就成佛了 就进入那个修炼的那个过程了 那当然会有烦恼 那 其实这段对话是来自于说 我在佛学院一年级的过后 就放暑假 那时候佛学院的老师就说 要我去当实习老师 但是我从一个完全没有学佛 然后在佛学院才一年 然后要我去当老师 实习老师也是老师 然后我就很抗拒 觉得 这是说 我凭什么呢 我这苦苦闹了 我凭什么呢 非常的抗拒 那 后来师父知道了 师父就 就把我叫找去啊 然后说 听说你 这个 就是没有答应 那 听说你 对学院的老师 也有一些意见 你说说看 这样 那我就针对其中一位老师 我就说 我觉得 我觉得他没有佛法 你看我一年 出家一年 我就批评一位老师说 我觉得他没有佛法 你看这真的很狂妄自大吧 就是年轻的自己 那师父就说你具体讲 我当然就好像 什么事情他应该怎么样 他没怎么样 什么事情他不应该怎么样 他又怎么样 就用我看他 应该不应该去评断 那我讲了一大轮 听完应该超过半个钟头 大师是那么忙的人 他听我一个小孩子 在那里数落一个老师 这样 师父完全 大师没有见怪 没有说 我讲到一半 说你住嘴 你胆大万为 这样批评你算什么 都没有 师父就一边听 只是听 听完之后 师父就跟我讲说 据我所知 不止这些 应该还有 你还可以继续说 我说对还有还有 让我想一下 再讲 两三件又停下来 师父说没有关系 你以后想到了再跟我讲 好好好 然后师父就讲 就是您提的 这个一半一半的 这个公案 师父说 永固 你是一个 你的个性 就分析我的个性 你说你是一个 要求完美 然后充满正义感 是非分明 正邪 不良力的人 我听到多开心 师父好了解我 就很高兴 我以为 当时我觉得这是一种赞美 这是一种 人格上一种道德的认定 觉得是一种 被肯定的赞美 如果现在想起来就觉得 不好意思 师父当时就说 但是你要知道 你虽然要求完美 但是其实你拥有是一个残缺不全的世间 我就很惊讶 师父就说你看 这个世间 白天一半 夜晚一半 男人一半 女人一半 光明一半 黑暗一半 美好的一半 丑陋的一半 善良一半 邪恶一半 就师父一口气 讲了二十几个 包含说 你喜欢的一半 你不喜欢一半 你认为是如法的一半 不如法的一半 就你喜欢不喜欢 就这样一直分 一直分 一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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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这样一路听下来 这位是 那最后的结论呢 师父说 因为你呢 只能接受 那个光明的 美好的 如法的 这个和你意 你喜欢的 就这个一半 所以你只有拥有一半的时间 一半是残缺不全的 这个都对 但是为什么结论是这样啊 我就整个人就愣住了 就停在那里 因为你接不上话了 然后师父就说 要一直到你把 另外的黑暗的 丑陋的 错误的 这些不如法的 如包容进来了 你才可以算 拥有一个完美的时间 那这个道理 我觉得是一个 对 就好像我当时的感觉 好大的气球 然后 要塞到这个 这个小小的头 头头里头来 这样 硬塞 硬塞 我就好像在消化它 这样推论下来是正确的吗 但这个结论 为什么我塞得好辛苦啊 这样 所以我就说你不要急 你可以不用去当老师 你继续当回你的学生 你好好安心的读书 没有问题的 因为师父当时 大师是我们的佛学院院长 院长说了算 所以就说 你不要担心 你继续当你的学生 好好学习 那你毕业之后呢 你毕业之后 因为我们都会调派嘛 那你经过这个人事调派 你会不断的 不断的去经历 不同的人事物 一直到有一天 你现在不懂 那那个时候 有一天你会懂 那其实以你的根基啊 你只要学我一点 其实你就可以成就的 你知道哪一点吗 我那个整个人已经 我觉得是那个本来充满了我 我认为 我觉得我 自以为有理的那个我 整个被师父的一番话 已经抽空了嘛 整个空掉了 真的是一个大清洗 把那个陈剑啊 我剑啊 都清洗掉了 清除掉 所以师父说 你知道你哪一点吗 学我哪一点 我整个人很恍惚的 我就说 我不知道哪一点 我觉得师父的每一点 我都要学 师父说 不必 以你 只要学我一点 然后师父就在空中 大师在空中写了一个字 我想 在Zoom里头 大家应该看得出来吧 就大小的大嘛 对对对 大 看得出来 我说 什么要大 师父 就整个人就好像被抽空了嘛 师父就说 心量要大 把 你不能接受 你觉得不对 不如法 不正确 不以为人 所有这一些 破大心量 把它包容进来 你就可以成就了 这个 我觉得就是这一番话 这个应该是 在我正式进入佛门 当然我是直接就出家 然后正式学习佛法 但是因为是带着那种习气 成见 我见 我指很强 自我意识很强 到这一番话 所以经过佛学院一年了 然后师父进行了这一堂课 一半一半的时间 就让我再从头归零 从归零 然后继续开始学习 所以是非常重要 关键的一堂课 谢谢你问这个问题 真的是 就是 非常非常的 就是 有意思了 因为 其实师父 就是大师 对您的影响 也不少的 然后之后呢 就接下去 就慢慢的 就是 离开了佛学院 然后已经是 出家过后呢 也让师父您 有很多的一个机缘 就踏上这个国际的舞台了 然后那个又是另外一个阶段了 然后 师父您曾经和绝成法师 代表佛光山 在联合国妇女地位委员会 分享教育心得 那这对于整个佛教 算是比较开创性的 那请问 师父可不可以分享 就是 在 曾经在佛光山 就是担当这个国际的角色 那这个国际的角色呢 给师父您又怎样的一个学习机会呢 我觉得在佛光山 师父给我们的学习机会是平等的 在师父心中 看我们弟子们 虽然 比如说他有 限别男女众的不同 他根基 大家的性向性格 专长 种种不同 我们的师父 心灵大师 沾的是很特别的一位大菩萨 他可以记得每一个弟子 包含我们过去的 这些 这是很不可思议 我这样讲 并不是说 所以师父记得你 不是 真的 师父可以叫出每一个弟子的名字 这个连我都叫不出 我师兄弟的名字 这么多吗 我们一千多人 一两千人 那师父 就是我只能讲 真是大菩萨再来 那给我们的机会 然后我们从师父身上 训习来的 大师他说 你做什么就像什么 而且基本上 大师他一心 为众生 为佛教 他是没有想自己的 那我们这样子训习 包含 比如说 像比如有一次 就这例子太多 我举个例子讲 有 就是说 很明显的是 比如说出版社 那有一些书 那能卖的都卖了 整套书 卖不掉了 然后找大师帮忙 那时候我们在开山 也很困难 几百套 整上百册的 一套都上百册的书 没有人买 那找到师父 大师就全部 就请杜建院 开张支票 给这位居士 那当时杜建院的院长 当时就说 师父 他是利用您的好心 那都卖不掉了 就 那你推到我们身上 我们也没钱 然后 我们怎么去卖 他能卖的 佛教寺院都卖了 他是利用你的好心的 师父 师父说 我知道 我们听到很惊讶 师父不是说 都不知道 好坏 我知道 但是 他是佛教的居士 他是佛教的人才 我们如果不帮他 他就离开佛教 这是为了佛教的人才 我们帮助他 应该的 这样 就是说 这个人并不是在佛光山 所以 就大师的 他的心 他不是说 佛光山好就好了 他现在要佛教好 那所以 我们讯息这一些 是没有那种 那种门户之见 这样子 那么到 包含 你刚刚提到 国际舞台 其实 我们应该最如同师父 大师说的 人间佛教的定义 凡是 佛说的 人要的 清净的 善美的 只要是能够帮助 这个 人间更加的 就是和安乐 这样 清净安乐 通通都是属于 人间佛教 都应该去成就他 所以我们不管是在 自己的 这个国内也好 或到海外也好 总之 就是 只要是 原则 第一个原则 佛说的 也就是非佛 不做 违法 所义 这是大原则 然后 人要的 这个人间性 人所需要的 你说到海外去 在国际上 他不离开人群 人间 还是人要的 所以是给我们 很大的机会 那在国际上 其实 佛教的声音 还是很微弱的 很微弱 对 所以我们在 联合国的参与 那么 当然一来是 在 就是 国际佛观会 它本身也是 联合国 NGO 就 非政府组织的 这个议员 所以 比如说 我跟联合国 我们的顾问 在互动的时候 他就 就是很希望 我们佛教 多一点出来 他就讲说 法师 你都知道 他是美国人 他就讲 他说 美国人 心 病 已经生病了 他说 他看过 所有这些 什么 各宗教的主张 他说 就是 他说 这个世界的混乱 就是 从基督教 跟回教的 这个 对立 在 就是引起 很多的 动荡 但 佛教没有 这种 就发起 这种战争的 佛教是 和平的 你们 佛教 你们人间佛教 多一点出来 多一点出来 他真的是 好像 巴不得 说 多一点参与 这样 是的 所以 那一次 跟 绝成法师 其实包含 绝培法师 满千法师 是我们共同 去参与的 这场会议 那 希望每一年 在这个 就是我们在 参与的会议上 他有个平行会议 就让我们各个 NGO的组织 都可以去 先去提一个案 然后去申请 当然我们都是 以教育为主的 那 对于 父女的关怀 对于 儿童 弱势 青年 这些 都是我们 因为 佛光山佛光会 也是在文化教育 慈善各方面 都在推动 所以 看看联合国 他提出 哪一年 谁来申请 相应于一个 联合国制定的 一个主题 我们有太多 可以去申请 所以每年 每年都 应该有机会 去分享 那 只是我想 国际上的这种 因缘也不是 只有 说参与佛光会 再联合国才是 在全球五大洲 我相信不止 佛光山 就是 佛教应该要 多走出去 真的 世界人心 太需要 佛法了 所以 佛光山在 全球五大洲 将近三百所的 寺院 道场 都很认真 我觉得 就像我们的长老 你 词汇法师 会师父说 有一次 他看到我们 就讲 你们 实在是 做得太过分了 师父讲一分 你们都做到十分 你们会不会 太累 其实他在讲说 你们都是 师父的好徒弟 他讲 你们这是 太过分了 他就很高兴 很安慰 就好像有一次 大师到了 西来市 那时候师父 还可以长途飞行 在那个会议 就讲席会 师父就这样 扫描全场 大概每周的 法师 一百多人 然后师父 大师就这样 很认真 每一个 每一个人 静静的 只是看我们 就感觉很像佛陀 在说法前 还没有开口讲话 只是先放光 我就觉得 那时候师父 每一个每一个 跟我们这样 眼光 目光相接触 我们也看了 师父奇怪 师父要说什么 为什么只是 看着我们 这样 然后师父说 真是太奇妙了 就好像奇灾 奇灾这样 师父说 我把你们 像草籽一样 就是草的种子 把你们像草籽一样 剥洒出去 你们竟然也 遍地开花 我听到这样 我就是觉得 我们在全球各个地方 当然那时候 我们在北美洲 开的讲集会 只有美国加拿大 两地的途中 那感觉到说 我们虽然身在海外 那师父呢 那师父呢 对于我们 所 进行一切 努力的一切 师父 所以师父讲的那句 遍地开花 那种师徒皆心 就是尽在福言中 哦 真的 就是我们也看到 其实 整个是全球 全世界都是 都有就是 就是佛教的种子 就一直在 我们也希望就是 能够通过这样的一个国际舞台 就是能够把佛法就是带出去嘛 对不对 那所以呢 就是 嗯 师父在这方面呢 其实 呃 您觉得有来 就讲到这个国际舞台嘛 就国际角色 那我觉得就是 有什么就是比较 呃 难 它的难点 跟它的那个 嗯 就是比较难突破的一个地方 是什么呢 嗯 在我们虽然在海外 但是它的对象 其实有两大 一个就是我们华人嘛 嗯 那这个是 呃 信仰的背景啊 文化的背景啊 是比较容易接受的 对 语言各方面 是 都容易沟通的 嗯 那所以您说的难点 我觉得是在本土化 嗯 就是嗯 因为本地 我们在美国加拿大哦 它的西方文明 西方文化哦 跟它的信仰背景 嗯 天主教 基督教的背景 啊 那么呃 所以要让他们呃 肯德来接触哦 嗯 然后接受啊 这个这个这个过程哦 呃 从认识到认同 嗯 嗯 呃 这个这个地方是呃 我觉得呃 有因为很大的文化差异 呃 呃 呃 种什么应得什么果 哦 这样 前因后果 啊 这个 他们很难接受 嗯 包含 呃 受持五戒 哦 嗯 就就像我们在传授三规五戒 哦 他们就会来问 我可不可以不要皈依 然后只受五戒 所以因为他是天主教徒嘛 哦 对 但是他说 您的五戒这是很基本的嘛 应该每一个人都要来受五戒啊 嗯 但是信仰人各有各的信仰 这样啊 呃 所以大师就说啊 其实师父很了解 我们都有一个本有出身的接触嘛 嗯 所以师父 大师当时讲说啊 不妨啊 你有两个信仰 就好像你同时读两所学校 多学一些 嗯 但是 你你人生不同阶段 哦 这个内容他 就是说 就像这些西方人讲 哦 五戒 这我们每一个人都要受五戒的啊 都遵守的啊 哦 哎 他们很能接受这个五戒啦 啊 因果啦 啊 他们就很科学 啊 他们看电影看得到这就是因果关系 啊 这样啊 哦 他们最难接受的是什么呢 轮回的思想 嗯 怎么说呢 因为他们是神造的嘛 嗯 他们的观念就是说哦 上帝创造一切 我的生命来自于主 上帝给我的 这样哦 嗯 他的观 就是说 嗯 他的背景 是这个观念 啊 所以当我们跟他讲说 生命是不断不断的轮回 所以我们才要学佛 让他的轮回过程中 也不断的进化 那这个进化的过程 到提升 嗯 然后回到我们自信清静的 本来面目嘛 啊 然后我们也可以成为觉悟的人 我 我 这 我举一个例子讲 有一次我在Montreal 这是一个法语系的地方 哦 就在渥太华上面一点就是 他这个因为他是讲法语 所以他的翻译啊 在台湾叫做 蒙特楼 那在大陆啊 叫做蒙特利尔啊 那么呃 广东人最早 海外的广东人比较多啊 香港人啊 叫做满地可 满地可 那因为最早接触香港人 所以他定名为满地可 Montreal 这个地方 学校来参访 那一次 两台巴士将近一百人 大概九十几个人啊 学生啊 嗯 嗯 佛终生吧 啊 然后呢 哦 当然他们是宗教课程要来认识了 哦 那他们都来自天主教学校 我 我就 当然 我说哦 那我要跟各位 就同学们介绍啊 佛教的代表 佛法 生 三宝 哦 简单讲一下 讲完之后呢 我说我们佛教徒的一个目标 学佛 就是通过学佛 行佛到成佛 这样 我就问他们 哎 同学们 你们有没有人想要成佛啊 当然没有人举手嘛 他们都是阿门的 我信仰我的主 这样 我是说 说我想也是这样子 然后我再问他们 说 哎 同学们你们在学校读书 读书 学习的 目的是什么呀 你们有没有个目标 这样 有的人就说 就是要上大学啊 上大学呢 之后呢 嗯 就可以有好的工作啊 工作是为了什么呀 这生活就可以过啊 可以好啊 这样 我说 那这样子到最后了 我说 你们再往内心里头 你学习到什么 再去想一想 他们说 knowledge 知识 知识啊 这样 我说 知识再往上再往上 提升提升 那个是什么呀 这个时候有一个学生讲 wisdom 嗯 智慧 嗯 哇 我真的如获至宝了 哟 我们越来越靠近哦 我们也是哦 wisdom哦 我们的学习哦 我说你们知道 一个人当他的智慧 到达最高最高 那个状态叫什么 嗯 嗯 既然也有一个学生哦 回答 enlightenment 哦 开悟 觉悟啊 哦 哦 哦 他太棒了 哦 然后我就说 哎 我说再大胆的 问你们一个问题 嗯 想要 开悟的人 enlightenment 的人 举手 啊 呃 只有两个 没有举手 其他九十几个都举手 哦 他们都知道enlightenment 哎 他们要到达最高最高最高 这样子哦 嗯 我说大家都很有志向哦 我说你们知道 我刚刚问你们的问题 跟现在问你们是同一个问题 嗯 佛是什么 觉悟的人 而大家都说 你们希望可以成为觉悟的人 嗯 那不是一样吗 这样哦 对 嗯 我们学习就学习成为一个觉悟的人 所以其中有一个学生 嗯 他说你的意思是说 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佛吗 嗯 佛不是唯一的吗 我说不是 啊 嗯 佛是当一个人的状态 到达最高最圆满究竟的智慧 啊 enlightenment 觉悟的那个状态 他就可以被称为佛陀 就是佛 嗯 哦 他很高兴 我也要成佛 啊 这样子哦 所以在海外弘法确实 有 有他的难处 但是我觉得 离不开佛说的人要的 清净的 善美的 嗯 那就是要用他们的语言 用他们的理解 嗯 去去表述 啊 不能只讲 啊 我中国佛教如何如何 中国佛教也来自印度啊 对 对 所以如果印度佛教 披着印度的袈裟 他没有中国话 就没有今天的中国佛教 就没有现在我们的 在这里法坛 对对对 所以有难有不难 我觉得是要打开那个open mind 对对 众生是平等的 基本上也没有分什么海内海外 在我们看了 而且要 我看看哦 我现在来试看看 我换一张图哦 可以可以 可以哦 好 因为 是欢悲景嘛 嗯 好 看到了 看到了 哎呀 我太大了 我要缩小一点点 各位看这是一个 一个一个 playground 很有玩的地方 对吧 嗯 这是啊 我现在在渥太华嘛 那么 他是因为渥太华在建设 当然纽约也在建设的 在曼哈顿在建设 但是我现在 今天我人在渥太华 呃 这是渥太华 他有一个建设筹备处 我把它称为 就把它 作为一个临时的佛堂哦 啊 那么 在他的 停车场的前面 啊 再过去一点 有一个 这个地方 啊 这里啊 只要经过的车子 车里头有小朋友的啊 啊 都要 进去进去 我要来 我要来这里啊 啊 那这些 当然 加拿大人嘛 我们的邻居啊 就会来问我们 你小朋友可以在这里玩吗 欢迎欢迎 啊 哎呀 这个所以说啊 哎 我移动一下啊 就是说 你像观音菩萨 应以合身得度者 观音菩萨极限合身 而为说法 工具是很重要的 你有没有想到 用什么 让他们有一个因缘走进来 我在 我在 就算我到马路上 去跟他讲 讲话 大家都认为 我是很怪异的人吧 啊 哎 但是我不用讲话 我就 拨出一个地方 做一个 小朋友 啊 因为我们儿童班 就重视儿童教育 啊 这些等等 啊 接引青年等等 啊 所以这个地方 呃 是比讲堂 比大殿 佛堂 还重要的一个地方 众生得度的地方 在这个playground 善用所有的因缘法门 嗯 所以我说有难有不难 就看你怎么善用其心呢 呵呵呵 好的 好的 就就啊 就是从整个过程看来 其实许多西方人 他们的眼里啊 对于我们的佛教 其实嗯 都是属于一种 比较异教嘛 对不对 因为他们的文化就是 呃 他们会觉得佛教是非常的 一个神秘的浪漫 对吗 啊 对 所以呢 从刚才呃 师父的聊天当中呢 我们就嗯 发现到 哎 其实师父 呃 根据您在海外 就是 哲世多年的经验 跟观察 哦 那么您觉得 佛教呢 如何可以更加的好 更好的在西方 这个国家 落地生根 然后就是 做得更加的一个 本土化 成为一个名副 其实的一个 世界宗教呢 呃 本土化哦 嗯 比如说我就以这个 沃泰华建世的 呃 怎么讲 它的设计 哦 那最早我们像 总本山 因为都是有总本山 指导我们的嘛 哦 那最早我们提出的 哦 就想说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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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移民在 呃 呃 海外的信徒 都希望有一个 呃 一个寺院啊 呃 一个心灵的家园 所以寺院嘛 我们的概念 就是寺院嘛 就是一个中国式的 殿堂式的 哦 这样的一个呃 呃 外观一个设计哦 哦 所以像总本山提出的时候 也是一个传统的中国式 很唐式建筑 类似这样子的哦 哎 那但是 我觉得我们有师傅在指导 那长老在指导 长老看着我们在做事哦 哦 哦 那么呃 呃 所以当时因为以北美洲的首作 呃 长老就是呃 呃 慈容法师 哦 呃 容师傅就跟我讲啊 说 你呃 呃 一个纯中国式的呃 呃 建筑 虽然我们华人会很喜欢 很习惯 呃 看到就想来 呃 呃 但是在 你要你要注意哦 就是社区啊 邻居啊 呃 呃 这些西方人 他们 对于走进来会有一个距离感 哎 所以你是不是考虑哦 这个在建筑的外观上啊 让本地人也比较亲切一点的设计 啊 我们长老真的是很有智慧 很很很很真的很真的很吃悲哦 就想到啊 啊 啊 对哦 对我们的众我们的对象啊 呃 不能只考虑我们华人啊 还有当地人 包含哦 就算是我们华人的子女 他毕竟在当地出生长大哦 你要让他喜欢来 就就是因为呃 呃 我们我们的大师 我们的长老哦 哦 就是给我们这一些呃 呃要要有这种国际观啊 呃 你要能够将心比心 有那种同理心哦 让人家不要觉得怪异 您刚刚提到说 嗯 这是一个很神秘的地方 嗯 这是一个很 讲着好听叫特别 不好听那当然就是奇怪 啊 跟我们不一样哦 那什么神秘宗教哦 他他会有一种因为 就不认识嘛 就有一种畏惧感哦 这些人就有个距离啊 所以就这个设计外观图 整个风格大转变哦 那包含呃 呃因为这个观念一转 然后就想对 我们延续过去的因缘 走到今天来 因为在渥太华有试验 从旧的讲堂 他只是因为比较旧 不够用啊 哎 那买了这个地哦 那再再重建哦 那么嗯 有延续过去的因缘 走到现在来 现在要建的是给 未来的人要来的寺院 所以这个构思就是 这是一个未来的寺院 啊 所以寺院还没建 我就先用了一个playground 让小朋友来玩哦 啊 邻居都很欢喜 甚至于呃 比如说呃 我们去邮局办事啊 去哪里啊 呃 人家一看到我们就说 哦 你有front temple 哎 为什么你知道我们一个tempo 要建啊 哦 我们社区大家 大家大家谈起来都好 好期待哦 你们什么时候会见好啊 哎 就是这个呃 这个一个游乐设施 小朋友的玩的地方 他们心中 你为他设想 他就接受你了 嗯 所以嗯 讲起来我觉得 呃 确实我 我在 我记得 嗯 我在纽约 第一任 我这次掉回去 第二任了 第一任的时候 那时候美国的 这个当时总统是 在竞选啊 那呃 呃 奥巴马 就当选了 那一年啊 当选啊 他就职宣誓 他在讲话说 他讲说 美国是一个 呃 很开放的 多元化的啊 什么国家啊 我们有各种的宗教 尊重各个民族啊 他讲宗教的时候 我就注意听了啊 是 他是一个有多元文化背景的人 但是他的脑子里头 他的认知里头没有佛教 我当时就觉得 嗯 我要怎么样哈 怎么样 让 让这个 国家 让这个社会 呃 能够知道 这里有佛教 人间佛教 已经来到这里了 哎 看来我要更努力 呃 所以后来 我又再调回 呃 多人多 呃 那之后呢 呃 呃 前一任的 总理 呃 呃 哈佛总理 跟这一任的 初度总理 两任总理哦 都有到寺院来 呃 呃 就就拜访了 呃 呃 他们或者选中国年 来跟大家拜年啊 这些啊 对 就他要选一个华人的地方代表 来拜年来讲话 他选择了 佛光山 呃 我觉得 呃 确实要在 嗯 这个世界的舞台上 让人间佛教 呃 可以 他必须是人间佛教 呃 如果还是有传统的包袱呢 呃 大家还是会把它当成是 呃 蹲在 China Town 唐人间里面 烟熏的 黑黑的 暗暗的 呃 有人在那里求千问卜啊 这样的 呃 当成是这样 呃 我觉得 那不是只有在这个领域去 呃 去努力 啊 学术界很重要 嗯 我看到他们写的论文啊 啊 啊 这个佛教在 呃 西方国家 比如在美国的发展 在加拿大的发展 他是他们的研究停在30年前 停在那时候的嗯 嗯 China Town的民性古老的啊 呃 呃 呃 这个呃 呃 国教的印象 我深深不以为然 我觉得我们要做太多事 包含学术交流 学术的研究 让他们继续在写这些研究论文的时候 留下来的文献资料 文字资料 会是现代化的 国际化的 是人间 是大家所需要的人间国教 好多要做 真的 我非常认同 尤其是在文献那方面 真的是可以留下来 然后就让更多的人 当作是一个依据 然后就让佛教可以 很好的在西方国家那边 当一个本土化 那么接下来 在佛框山 圣团 就是有几样事情 就是有令人挤起大拇指 大赞了 那其中一件事情 就是非常的 就是愿意栽培年轻人 那么许多呢 就是出家的法师 在很年轻的时候呢 就已经担任佛框山 非常重要的职业 那么印象中呢 我们就是有 慧桓法师 在30岁的时候 就担任佛框山的那个 监院的院长一职 这可是相等于啊 就是企业界有 持权的一个CEO 或者是COO之类的 OK 那么当时呢 却也引起一些 就是各界一阵的一个余阵 那记得呢 就是佛框山 掌脑泥 慈慧法师 曾对这些就是担忧 调侃说 说到什么呢 就是说 现在啊 让年轻人 担当大任 我们老一辈的 还看得到 还就是做得不好的地方 还来得及去纠正 那么而师父您也在出家后呢 就得到 就是常住很好的栽培 也承认佛框山 女众学部的院长 那么佛框山 海内外多士院的住持 那佛框山对于佛教需要青年 真的是做到口号和行动是一致的 那请师父呢 就是从佛框山这个经验呢 跟我们谈谈就是 佛教借引青年 以及栽培青年的 整个过程跟心得 我觉得这个话题 还是要回到 带动这个观念的原点 那还是我们的师父 欣赢大师 大师曾经跟我们讲 佛教本身就是青年的佛教 只是走啊 走的 就是 佛教忘记了 就说只有跟随的人 那慢慢总是会 一年过一年会老化嘛 就忘记了 这个青年的佛教 就让人家印象中 就像我们当 我说一开始我就说 当时的印象以为是老人的佛教 甚至于是死人的佛教 就是迷信的 弱武的 那以前的概念 那 所以 师父给我们 真的是正本清源 大家不要忘记了 第一个就是 佛陀 就是年轻入道啊 求道者啊 佛陀到成佛也是 这个三十几岁啊 三十五岁 成佛啦 这是青年就成佛 那 所以 我们看 佛像的照相 虽然说有时候显示 他是大丈夫像 有些菩萨像也会 有这个 还有点骨子 这样 但是我们看 佛陀的照相 就是 他的这个形象塑造的时候 你有 就是 你们有看过说 那个有留胡子的佛陀吗 没有 好像有 有看过 很少很少 特殊造型 但是一般 你说我们试验供奉的 我们所礼拜 敬养等等 这些 就是 没有那个留胡子的佛陀 如果有时在苦恨的时候 因为 没有去修整 这是六年苦恨 苦恨像的那个时候 这些虚法都有的 但 正是成佛之后的 菩萨 佛陀 没有胡子的 是青年的佛陀 他一生说法 这个 四十余年 谈经三百余会 都是 没有胡子的形象 但 玄奘大师也好 任何 这些包含我们的师父 新年大师 大师从十二岁出家 然后到他 二十三岁到台湾 其实在大陆说 他编杂志 到处奔走 就要讲说 就要推动寺院的 这个 发挥他的功能 弘法的功能 那么到 这个因缘聚会 就到台湾 然后 从早期在宜兰 接引的 都是当时的青年 现在当然都是 我们的长老 一路都是这样子做 所以它是一个 就当一个点 一个种子下去 就开始跑 一个延续的过程 我们随着这个岁月 在 在一直一直在 变迁着 我们从 从青年入到 当然年岁会增长 青年入到 年岁增长 就是 然后 你就只有 年岁增长的 这一群 那就会老化 所以是重视 这个种子 不断不断 一直进来 所以当然 就要有很多 就是要 要架设很多的平台 让年轻人上来 那当然就有 年轻人的活动 年轻人的组织 青年团 青年书院 青年寺院生活体验营 青年短期出家 青年什么什么 很多 这些青年的活动 尤其海内外的青年 当然 这个 各种的活动 青年的 这个禅学营 等等 因为进来的多 尤其是佛学院 佛学院 它是有年龄限制 这个系列 有男众佛学院 有女众佛学院 所以 男女众都可以的 但他的年龄 规定 过去 我们读书的时候 最高限制 就是32岁以前 那现在呢 就是 因为大家 这个学习 然后还有 什么学院贷款 完成这些 所以 它放宽了一点点 35岁 以前 所以还都是青年 读佛学院 在佛光山 如果有 未来在佛教的 这些参与 就是 它是从青年 就开始 培养的 那特别是 有心要出家 入道的人 在佛光山出家 一定要经过 佛学院 那当然其他的 事业的参与 那倒不一定 但总是他 重视第一个 架设青年的平台 给予发挥的机会 甚至于参与 佛教的事业 就像我们的 基金会 这个也是一样 给年轻人 有这样的舞台 机会 这样去发挥 年轻人的那种 菩萨心青年力 那只是说 系统 有的是 编重是活动的 很活泼 唱歌 跳舞 有些年轻人 活力四射 那有些 就修道 学习佛法 研究 入道等等 这个路无限的宽广 都是可以给青年参与 但是我想提 就是说 我们不能等到 到达青年的 18岁以上 才 这个 二三十岁 才接引 其实呢 特别我们在海外 我们 为什么我刚刚用了 那个 一个program 让小朋友来 真的你要接引 青年 要从抓娃娃开始 这句话 我是学绝成法 是说的 这个抓娃娃 我第一次听到他讲 他不是娃娃 那个机器吗 就是说你要让他接触 特别在西方国家 他都讲英语 讲法语 从小参加 这个善童学员 中文学校 三好儿童班 这些 他小小小小就来寺院 他看到师父 他就会合掌 吉祥 阿弥陀佛 他有这些培养 这样子 欢喜看到我们 欢喜来到寺院 即便要在疫情期间 不能来 我们都在线上 我就举一个例子 我们这个三好儿童班 有一个四岁的 Olivia 这是小混血儿 他爸爸开车 经过我们这个 要见识的地方 他爸爸跟他讲 这就是你奶奶 去帮忙插花的 Temple 四岁的Olivia It's my temple school 我的寺院学校 我要进去 我要去 他说没有开放 爸爸说 不能 你不能进去的 他说 我在门口就可以 他没有来过Temple 没有来过道场 他只是听爸爸讲 就是那里 他进来 他爸爸就说 你知道怎么 你知道Buddha 你知道Temple做什么的 我知道 然后他就在门口 很正式的 做了一个问讯的动作 很标准的 问讯的动作 他爸爸把它拍下来 非常惊讶 因为他爸爸 也没有看过这个动作 他说这是什么 然后他就一手指天 一手指地 说 这就是Buddha的地方 那就是他在 儿童班学习的 那现在儿童班上课呢 他妈妈是加拿大人 爸爸是华人 爸爸妈妈跟这个Olivia 两岁的弟弟 全家一起在网路上 在听课 在学习 跟他的爷爷奶奶 就是我想说 接引青年 当然因为佛光山 真是以文教起家的 重视 佛教如果没有青年 就没有未来 我再把这句话 往前推 佛教如果没有儿童 就没有青年 就没有未来 我曾经有一次 在我们山上的 讲席会 我大声疾呼 我当时讲 我说 如果哪一个道场 没有青年团 那个寺院 就可以关门了 我不久的 哇 这吓到很多人 我现在就更夸张了 那个寺院 如果没有儿童班 就可以关门了 也是没有将来的 就是这样 重视儿童教育 现在真的 青少年的问题 整个儿童 又跟着大人来 还容易 青年团 青年团 刚刚讲的 他的舞台平台了 要重视青少年 这个桥梁 要把他搭过去 这有同军团等等 这就有青少年的 青少年分团 这个年龄成 其实他自我形成 他也不要爸爸妈妈管他 你不要再带我去 我不会跟你走 所以你要趁他在这个之前 他已经 It's my temple 我只是想去的 这样 他一直加强到这样 他到这里就延续到青年 就很顺利了 其实我们的 俊宇是老师 是学校的校长 我相信讲教育 你是最有心有气气焰的 对 也是因为教育从小开始 我非常认同师父这样说 回到来就说 其实从整个我们说的青年 对不对 那说到青年 那前几天 我是觉得说 我在听师父开示的一个视频 我就听到师父说了一句就是 人 三十岁以后的生命 是要用来觉悟的 那其实这句话呢 我真的是 也是错到我心里去了 因为其实也是三十岁 这个过后的一个阶段 对不对 那 刚才就是从 儿童开始谈起 然后到青少年 那么 人三十岁以后的生命 是用来觉悟的 那么可以跟大家 就是跟我们深入的 探讨这句话吗 为什么那时候 就是 会这句话影响师父那么的深呢 我看到这句话 在这个印度的奥义书上 看到的时候 那一年我刚好三十岁 所以 当时我在 浦门市担任当家 在浦门市的办公室 内办公室 看到这一段话 我就突然 对 你刚刚提到 触动 很深刻的 就touching 然后就 突然间 我是放声 哭出来的 就这样子 直接的 直接反应 我办公室 还有其他同事 我的师兄们 哎呀你怎么了 你怎么了 你不舒服吗 我是 那个 那种哭 不是说 含泪啊 默默的 不是 他就是 声泪 就哭出声音的那种 哭 这非常反常 应该没有这种情况吧 那我当时 哭到讲不出话 我是 用手指指着那一行字 然后 还在 还在 嗯 那 我的师兄们走过来 看我的手指指着那一行字 人 三十岁以后的生命 是要用来觉悟的 指着啊 他就照这样念 人 三十岁以后的生命是用来觉悟的 哦 那 那是怎样啊 那是怎么了 这样哦 啊 我就哭得更伤心了 就是觉得 嗯 我当时的感觉 就突然之间哦 好像 应该怎么形容那种感觉 就是说 我就 就在那一句话 近 看到的时候呢 就跟 过去的我 告别了 啊 真的是生理死定哦 啊 就是以前的我 浑浑顿顿的 嗯 就是 可以不清不楚那样吗 我也很认真啊 那很认真 但是那种 那种 那种 觉悟的目标 并没有出现 理论上有 但是 呃 八字身心的那种是 呃 那时候三十岁还没有啊 但这一句话就跟我宣告 从今以后 呃 你的方向确定了 人三十岁以后的生命 用来觉悟 所以 觉悟就是一个方向了 方向 目标 确立了 所以 从今以后 我不再有 鱼痴无名的 呃 呃 资格了 我就没有那种 闹情绪 发脾气 啊 耍性子的 那个资格 通通都没有了 我跟 过去那个 无名的 情绪的 呃 那个 昏昧 无名的 那个我 告别了 啊 就 突然那个内心世界 好像崩裂开来 哦 就 呃 一个是过去了 然后现在开始 啊 原来 啊 从今以后 我就是要清清楚楚 清清白白的做人 啊 呃 你的力量是不一样的 啊 那不管我们的身份 出家 在家 各行各业 呃 呃 从今以后 你都可以 呃 就是正面分明的 清清楚楚的 活在当下 朝着觉悟的方向走 呃 善观因缘法 哦 看这个世间 呃 当当你用因缘法则 在看的时候 呃 他就是呃 已经走在一个觉悟的路上 嗯 我这样回答OK吗 哈哈 这个 距离 看到这句话 距离现在 我30岁看到 嗯 您提起这个问题 又隔了30年 哎呀 中间有很多要反省的 嗯 嗯 哈哈 那 其实呃 到现在 其实也已经是到了 就是 9点45分 我们就是要到那个问答时间 我再看一下 就看哪里 有问题的 这里 好 呃 这里有一题 就是说 呃 请问法师 未来可能会有 女众 或非台湾裔的法师 为佛光山 方丈吗 就是 嗯 大师师傅跟我们讲过 佛光山的 我想这个问题 那指的是总本山 哦 因为现在来讲 我们在各个寺院呢 呃 有男众的道场 就是男众的住持 女众的道场 就是女众的住持嘛 哦 所以说女众 作为一个寺院的 呃 住持 哦 这些哦 那都 现在都是有的 哦 但是他提到方丈 我想呃 应该是指 总本山的 总住持 也就是现在是 新宝和尚 担任 啊 总住持 哦 呃 从刚刚您提到的 这个 贵款法师弟子 三十岁总当家哦 哦 呃 那个新陪和尚 上一任新陪和尚 这一任新宝和尚 都是四十岁当总住持哦 哦 嗯 真的我们在做 师父长老 哦 确实都看着指导着 啊 有什么还可以问 哦 嗯 但他问了 这女众能不能担任方丈 师父没有讲过 男女众性别的问题 因为性别在佛光山 是不存在的问题 呃 师父只讲 第一个啊 就是呃 就是要有供养心 嗯 成为佛光山的住持 的第一个条件 要有供养心 就是信量要很大 呃 那他要能够呃 怎么讲 指导所有一切 同理大众一切无碍啊 呃 那第一个要有供养心 呃 就是我能够为你们做什么 我们可以来做什么 我们将为众生做什么 这样子哦 啊 那个那个 心包太虚的心量 哦 对 只有讲到说要心量要 呃 就要有供养心 啊 然后 自然 有发心 就会有龙天推出 啊 就是这样子哦 包含不要讲说 是不是 这个国籍的问题哦 包含其实 大师都提到过 不一定是佛光山的弟子 担任总住持哦 嗯 只要你有那个缘分 刚刚师父讲了 还是那句 龙天推出 啊 就是因为我们跟各个道场 很友好嘛 那当然 呃 这个大前提是必须 你是呃 奉行 佛光山的中风 人间佛教 嗯 所以带领的方向 就跟这个中风 呃 发展的方向符合 人间佛教 呃 呃 呃 那佛陀一身奔走 啊 这样子的 呃 到处的行脚红化 呃 都是在讲人间佛教 不离生活嘛 哦 所以这个呃 人间佛教的中风 再加上这种发菩提心 啊 有供养心 自然 水到渠成 人间推出 呃 你是哪一国人 你是哪个道场的人 呃 呃 那是男众女众 呃 师父就大师是呃 超越在这之上 只要你有这个条件因缘 这样 哦 好 刚刚是问这个问题 哦 然后 我看到现在这里有人在提问 哦 对啊 就是第二题 呃 有一题 呃 永固法师吉祥 想请问师父 在三好儿童班 应该都有静坐和送心经 想请问师父 我们应该如何让儿童接受 静坐和送心经 感恩 每一个儿童班的课程的设计安排 哦 会根据他成立的时间 他有一个 呃 一个呃 程序嘛 啊 这个 呃 俊宇是最清楚的了 你在学校 啊 当当老师 哦 他会有个安排 哦 那到一个基础够的时候 确实 会加入 甚至于是一个 一个可能十分钟 十五分钟的一个课颂啊 小小念佛会 哦 什么这样啊 所以他不是说突然间你 你进来 哦 马上给我静坐 马上静语 马上跟着我念经 不是的 不是的 啊 他一定要让小朋友很舒服的 啊 所以开始的时候他先认识 认识哦 哎 那呃 呃 而且哦 就像我举纽约 纽约道场 纽约佛光上的这个三号儿童班 啊 那由我们成会副会长 啊 在呃 呃 呃 青年呃 发展委员会的主任委员 那一栋青年的哦 活动啊 但是他在道场 投入的呢 是儿童教育 啊 那是真的 从从小 嗯 因为他的两个小孩都是混血儿嘛 啊 哎 那所以他就说 哦 真的从小在起 哦 哎 嗯 他在上个学习结束的时候跟我分享 他说他真的都 被小朋友都感动到哭了 哦 老师们都流泪了 嗯 就是说经过这样慢慢讲 哦 三好 四给 你讲三好一讲生口意 啊 然后讲到每天啊 我要做一个有礼貌的小孩 我要呃 呃 呃 不不讲谎话 我要呃 呃 呃 就慢慢这样慢慢带哦 哎 然后呃 从这里再进阶啊 到呃 六度啊 啊 怎么跟小朋友讲六度 甚至于到这学期他其实讲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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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讲十二因缘 讲员 呃 啊 跟小朋友讲员 起法的 耶 佛陀开悟的法 耶 啊 那比如他他上学期分享 他就讲六度 那最后他 让小朋友们 按照自己的理解 举生活中的实力 啊 啊 比如讲到慈戒 啊 小朋友就知道说 我看到 这个红绿灯 啊 我知道红灯停 绿灯就可以走 我知道啊 这个不可以乱丢垃圾 什么 这个就是慈戒啊 怎么怎么 啊 啊 不失 啊 我要怎么样怎么样 小朋友举生活中的例子 融会贯通 融会于生活中 老师们很惊讶 说哇 你们都可以做到这样的理解 小朋友觉得很奇怪 老师 这个不是本来的吗 我们本来 我们的生活中都是这样的 本来的 让老师 就是说让老师感动到流泪 就是因为他们讲出 这不是本来的吗 这表示他把佛法完全融入在他的生活中 生命中 很自然 这就是已经是他的内化的 内化的 所以他会帮忙做家事 他会整理刚刚经济 他会就像我刚刚提 三好儿童班小朋友 在学校 老师们说 你们这个暑假啊 怎么样怎么样 小朋友分享 暑假我就都是行三好 老师没听过三好 就是洋人嘛 三好就是什么什么 这老师觉得 这怎么会 你这么小 你这么有智慧啊 就跟家长赞叹 这小朋友 而且带动全班都很有礼貌哦 这样 像这些 就是说当他这些基础都够的时候 然后你再帮他 再说 现在我们要学习专注哦 专注对我们做功课学习很棒的哦 我们只要一分钟 小朋友 要不要挑战看看啊 一分钟很简单 小朋友 做得好可爱的样子 真的吗 那下一次我们要三分钟哦 看看谁可以做到完全这样子 专心的哦 哦 这样哦 其实都是可以的 那一般我们会带到五分钟 那比如说 这个 说宋心经 他当是一个文化课也可以 你讲他是佛教文化 还是中华文化 这个学习中文字 然后怎么样 都可以的 而且因为小朋友 他心中已经接受 接受佛教的元素 他甚至于会有点向往说 哇 我现在可以 像师父那样可以送心经 哦 我现在越来越棒了 他会很欣然的 期待的 这样 甚至于小小念博会 小朋友哪一位拿引擎 哪一位打木鱼 哦 那个就简直是 好像superstar这样 小朋友心中的偶像了 哇 我要看看他怎么打木鱼 下次我也要打木鱼这样 就是讯息来的嘛 你给他这个环境 一个很friendly 很友善的 让他很欢喜的 甚至于小朋友会有一种模仿 就是他有一个典范 就我们讲 就是偶像的心理 他觉得你很棒 我也要想这样子 这样就很自然 那么这里还有一题 就是请问永固法师 在大师开示一半一半之后呢 除了就是包容 是如何把事情做得圆满呢 哇 这个当然不是一次 你说哎呀 我就懂这个道理了 从此我就什么都很圆满 什么都包容 其实不是 他还是在 随着一年一年 这个时间在过 中间的重点 时间是抽象的嘛 那就是你的生活 生活之中 不离人事物 那你在跟 那东西是由你安排的嘛 但是人是变化无常的 你在跟活生生的人在互动 那所以说到 到说可以 好像真的到达 好像圆满包容一切这些 这些是一个成长的历程 但是如果你心中有佛法的话 有佛法就有办法 但是一般 这句话讲起来很容易 有佛法就有办法 一般我们难就难在 我们把生活跟佛法分开了 就生活就是原本的生活 贪嗔痴 喜欢不喜欢 喜欢的就贪 不喜欢的就嗔 生气 不满意 不然就迷迷糊糊 一天过一天 我现在去佛堂 我要去道场了 我现在上佛学班了 这部经我听过了 这个法 是这样 我现在会了 把它分开了 这个就 怎么讲 这段路就很长 很可惜 但其实它必须是结合一体的 用佛法引导生活 所以在每一次每一次的事情里头 可能通常生活太 routine 重复的这样很平顺这样过 是不会用脑的 通常是遇到状况 苦啊 心里好苦啊 那个人怎么这样 他怎么会这样对我 我对他这么好 心里感受到苦的时候呢 那有的人就临时抱佛脚啦 哎呦 救苦救难观音菩萨 哎呦 好苦啊 帮帮我吧 或者是开始思考 人碰到撞墙了 吃苦了 那个时候就会用脑了 到底怎么回事 为什么 就走到这一步 这样 那有的人就只是问 为什么 为什么是我 为什么会这样 那有佛法的人呢 想一想 这就是平常时 你如果有在天文佛法 你会运用的人 那时候讲说 真的 那是看这个因缘 观因缘 从一开始 我也是疏忽了 所以觉得缘也不太好 还有他也有可能是怎么样 个人的根集 你慢慢 你用佛法去看 你就可以解析出来的 所以真的可以 把它结合在一起 才会在一年一年一年 一直越走 越清楚 越走呢 当然有很多的佛法的观念 像我们在佛光山 师父给我们的那种 很多的理念 比如说 遇到 我们在海外 这要跟 我记得有一次在纽约 有一个慈善组织 说要办一个慈善筹款晚宴 我们就 哎呀 这个应该去集园 我也没有想那么多 就说 问他们那个title写什么 就电话 对方就知道 我们佛光山 要赞助他们 之后 我发上电话 五分钟后 不好意思 你们的支票 可不可以不要写 佛光山 就用你们那个王会长的名字 就好了 哎 我们联络的法师说 为什么不能写 佛光山 是佛光山要捐款 他说 因为我们不能有佛 为什么 就是这样 所以我之后 我们这位法师 来跟我讲的时候 我说 这是什么基金会 是基督教的组织 但是我们一直 一心想帮助人嘛 与人为善啊 没有想这些划分的 没有的 我们这位法师说 怎么会这样 行善也这么困难吗 这样 我就跟他讲 我说 师父说的 要争气 不要生气 他说 我们要发愿 总有一天 我们要跟这个组织 跟这个宗教 成为好朋友 不但 我们可以给他们捐款 他们接收 同时 我还要请他们来 跟我们对谈 跟我们交流 我们要成为朋友 这样 后来 大概过半年 也是一个基督教的组织 邀请我去 那是一个防癌协会 那美华防癌协会 那会长是基督教徒 联络我 说让我当他们 那一年度的荣誉主席 那我很好奇 因为这就是一个 基督教的会长 我说这个是要做什么的 他说 这是我们每一年 我们董事会会投票选出 在社区里头 这个有公信力 有号召力 的代表 我说 我很惊讶 他说你是高票当选的 这样 所以我想 要争气 不要生气 就这样 师父就教我们很多 这些理念 我们遇到很多事情的时候 你平常时真的是要有一些佛法 你才会临时出现 会有办法的 对 由于时间关系 我们这里还有一题 就是在我们的面子书上面的 就是三十岁后的生活 是用来觉悟的 以现在年轻人的生活 忙于工作 如何能够在忙碌的生活 环境呢 也能同时好好的学佛和觉悟呢 学佛当然 一般我们讲要学习佛法 认识佛教学习佛法 我们就被称为叫学佛 那学佛你 或者要去亲近一个正信的道场 我这一讲 不是只有指佛光山 你像我们在马来西亚 这么多 很认真在弘法办到 度众的寺院道场 那要正信 你要选对道场 那种迷信的 神鬼一大堆的那种不是 有些人找错了 真的很可惜 所以第一就是 如果有正信的道场 你应该去亲近三宝 那现在在网路上 尤其是因为疫情期间 这个过去学佛你要开车 搭车 在马路上来的 现在因为这是网路上的嘛 所以在网路上 那网路很杂 还是要有所选择 那正确 当然你听一个人讲话 你会知道说 这个是 就是引导我们 区域是亲近的 是道德的 是有修正的 是有智慧的 对我们人生是有提升进步的 那么这个就是你要学佛 那当然另外就是有一些佛教的书籍 那么这些去看 我觉得这个都不离一个明辨是非邪正 你不要邪正不分 那很多是父佛外道 假借佛教名义的 这个真的还是要去区别 懂得去分别这一些 所以从学佛 然后这条路 其实你说年轻人忙于工作 其实学佛正好辅助你忙碌的工作 因为有佛法的人 他心比较不会那么浑浊 学佛的年轻人 他更趋向于是容易安定的 专注的 他明白因果 就因缘果报的道理 照说一个学佛的人 应该是一般的公司 这些最欢迎的人 因为他会明白前因后果 他会好好的把工作做好 他不会好像混水摸鱼那样的 他知道这是有因果的 他很认真的 他有礼貌 他本身就会是一个 我们讲说三好青年 就是生口意的修行 生做好事 口说好话 然后他的心 意念存好心 这样的人肯定做事做得好 受欢迎 那学佛辅助 其实我觉得有些人 如果以现在因为我知道时间已经到了 就是你练习着 每天就活在当下 你把当下现在正在做什么 你专心的把这一件事情做好 虽然其实大家很忙 资讯很多 好像排 像以前都说排队在后面等着处理的事情 现在不是 那是包围在身边的事情很多 但是 人的意念 是很多 但是你一次也只能做一件事情 但学佛那种专注 清静安定 就辅助你 一件一件的速度可以加快 那有些人会很 一天一天不晓 怎么一天半天又过了 就是想这个 在摸摸那里 去看看那里 这样 那就分散了 一事无成 但是如果你尊重 这件先 接下来这个 接下来那个 那他就会衔接的很快 看起来好像 好像同时处理几件事 其实不是的 还是一件一件 那是因为他专注 他安定 反而把工作做得更好 然后你 因为效率比较高 心也不会乱 一件一件的 你就有多出来的时间 你又可以有自己的兴趣 或者应该陪伴家人 种种 这一些 所以 年轻人绝对是要来学佛的 那么我们的 就是 如果 就是法谈也已经接近尾声了 如果就是 有谁是想要有问题 我们可以在Zoom里面 留在Zoom里面 我们等一下 还会继续跟大家 就是交流的 那么 现在呢 让我接下来宣传 下个星期的 法谈的活动 那么下个星期二 就是1月11号 那同样的时间 我们邀请到现任香港大觉服刑中心的助持 佛教院士总监及安老关怀服务主管传灯法师 来为我们分享第六场的法谈 遇见更好的自己 那么今天呢 也非常感恩 强力推荐 强力推荐 一位善知识 我非常欣赏 这位法师 强力推荐 大家记得 下个星期一定要进来 那么今天也非常感恩师父的开示 那么我们再次就是合展感恩师父 那也离请法师带领我们做个回向 好 那我们就一起来回向 我就以大师带领我们的佛光式聚记 来作为今天的回向 各位请先合掌 慈悲喜舍遍法界 喜福结缘利人天 禅尽戒恨平等忍 惭愧感恩大怨心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感恩师父 好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